是 他怎么说 那人跟我说 他说我刚刚 我们就等你明星就进来 等你们演员进来 我们就想揍你们 因为我们在教化 教化他们 使他们走向这种犯罪 没错 所以你们造的这个业 将来渊源相报 还有你记住 无论中国外国 这个有名的电影明星 死得都不好 是的我知道师父 这叫花报 花报叫什么 这个果报 这叫花报 死得不好 后面是果报 果报都到地狱去了 不能造这个业 什么钱不好赚 怎么可以赚这种钱 赚这种钱都到地狱去的 这是你亲眼看到了 地狱里的囚犯都要找你们来报复 他们要死的时候 做鬼的时候 他怎么不找你 他得拉我下去 当然嘛 你害他的嘛 因为他犯罪是因为我教化 对不说 我演的 然后他看了 他自己去效仿 然后他去 所以这罪业很重 很重啊 但是看的不只是这么几个人 对不说 还有编剧的 编剧导演 还有导演的 还有 还有买广告的 统统都一下 一把就都拉去了 那人太无量无边了 哎呀 你们这一伙人 在这里干这个事情 害得他们堵落 师傅还有些小色情暴力小说的一些作者 没错 这都是在里头 全都在里头 一个都跑不掉 一个都跑不掉 这夜网打尽 好可怕呀 你说多可怕 好可怕 这些事情不能不常讲啊 讲的时候得罪人 他们也不相信 那也有讲师傅 他们不懂啊 你帮帮他们 现在我们只讲经 从讲经里头附带讲一点 那我们都看过和谐整理危机 您在节目里说 鬼神是不同为此空间的生命 没错 那么你们要想看见鬼神 我可以教你们看见您说的 但在节目里面 您没有往下讲 您能教给我们 教我们怎么能看见鬼神吗 因为很多人都不相信 有小英灵的存在 对 修定 修定 怎么修定呢师傅 就修清静心 那怎么修清静心 方法很多 我过去有个同参道友 未出家呢 跟我很好的朋友 抗战心同学 我们同年 他们读得到我自己的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